同学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新东方的网络课堂 今天呢,我来和大家一起学习一下第19课的语法部分 在我们19课的课文里面呢,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以前课文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句型 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简单探讨的Their B句型 接下来啊,我从三个方面给大家把Their B句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它的结构 其次啊,我们说一说Their B句型它的功能,或者说它的使用范围 最后呢,我们说一说Their B句型这里面动词形式的变化 好,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Their B句型的结构 这个句型啊,由三个最基本的要素构成 我们先来看一下最后一个要素,是这句话的主语 看到这儿,很多同学觉得很奇怪 因为到现在为止啊,我们见到的几乎所有的陈述句,主语都是放在前面的 怎么,这个句型它的主语放在了后面呢? 这里面建议大家,英语学习啊,其实是一个人云亦云的过程 也是我之前谈到的,我们特别作为一个初学者 描红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英文中很多表达方式啊,是一种习惯 所以大家见到一种奇怪的表达方式,就问为什么 恐怕很多时候我们找不到答案 所以为了方便我们的学习,为了减少我们学习当中的麻烦 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句子当成一个固定的结构记住了 我们记住这个结构,大家套用这个结构,会用会表达 这是我们学习英语的一个最终极的目的 那么第二个要素呢,就是我们there be句型的第一个字 there 这个字大家也并不陌生 它本身可以作为副词,翻译着汉语叫做那里 但是我要说的是,在there be句型这个结构当中的there 请大家不要做任何翻译 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种习惯的表达 而中间的那个要素是be 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动词 说到这个动词啊,我们大家都有类似的经验 be动词啊,它的意思啊,是灵活多变的 有的时候呢,在句子中我们翻译成是 而有的时候呢,在句子中我们很难把它翻译成汉语 那么今天在there be句型里面 这个be动词它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固定的意思 大家一定要记住 在there be句型里面,be动词一般我们把它翻译 或者把它理解为表示存在 各位注意,这里面是一个重点 正是因为be动词在there be句型里面有存在的意思 所以啊,这个意思它决定了我们这个句型的使用范围 我们说学一个单词,首先大家要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同时学一个句型,我们要知道它的意思 换句话说,我们要知道一个句型它的使用范围是什么 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用到这样的句型 所以请大家记住 there be句型的使用范围是 某地存在某人或某物 当我们表达某个地方,某个场所存在什么什么人 或什么什么物,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记得使用there be句型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句子的使用范围 比如我们先看几个非常常见的例子 当我说桌子上有一本书的时候 大家想一想,这个句子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桌子上有一本书 其实它想说的是在桌子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把桌子看成一个场所 存在的什么呀,一本书 它本质表达的是存在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到there be句型 按照结构我们可以把它说成 there is a book on the table 大家看一看这个句型是不是非常符合我们的结构呢 第一个字there,我们不用去管它 而第二个字is,就是我们的必动词理解为存在 第三个字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句型的主语 a book on the table 是我们今后要给大家介绍的地点状语 好,那么按照这样的规律呢 我们再来给大家造一个句子 在我的书包里面有一根钢笔 按照结构套用,我们可以把它说成 there is a pen in my bag there is a pen in my bag 为什么这个句子我们要用there be句型呢 道理跟刚才是一样的 因为你要表达的是在书包里面啊 书包我们可以把它里面的空间也可以看成一个场所 那么存在什么呢?存在一根钢笔 它骨子里表达的是存在的意思 再比如 教室里面有一个学生 我们接下来想要表达的是在教室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场所 那么存在着某个人 谁呢?一个学生 所以我们依然要用到这个句型 按照结构套用 我们可以把它说成 there is a student in the classroom there is a student in the classroom 再比如 在教室里面有一位老师 我们要表达的是在教室这个场所存在的某一个人 老师 所以我们在英文中可以说成 there is a teacher in the office there is a teacher in the office 好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theirby句型 看到了这几个例句以后 不知道同学们有什么感觉没有 其实很多同学在中学阶段 甚至于在小学阶段 就已经学过了theirby句型 但是当我们学完theirby句型以后啊 对theirby句型会有一种错觉和偏见 这个当年我也有 我们认为第一 theirby句型很简单 第二theirby句型很无聊 说的简单啊 是因为我们仅仅看了这几个句子以后 你会发现 其实很多theirby句型 我们自己都可以脱口而出了 比如当我说盒子里面有一根铅笔 我们马上可以说 there is a pencil in the box 当我们说地板上有一把椅子 我们可以叫 there is a chair on the floor 再比如我们说 在桌子后面有把椅子 我们可以说 there is a chair behind the table 等等 同时说头无聊 是因为我们会发现 这样的句子 在平时生活中使用频率 不是很高 甚至可以说非常的低 因为平时生活中啊 我们很少把这样的句子挂在嘴边 其实啊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家渐渐的就会发现 在英语中 theirby句型其实非常的有用 也非常的地道 那么为什么当年我们的学习 会对theirby句型产生这种错觉呢 原因就在于我们所见到的例句 我们说在英文学习的过程中啊 例句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如果大家见的例句越丰富越地道 那么今后我们的表达也就越丰富越地道 其实这是一个阅读的过程 相反呢 如果我们见到一些生活当中 几乎不太会用到的例句 那么这些例句 肯定会限制我们的表达思路 以至于造成我们有一种错觉 认为这样的句子很没用 很无聊 所以呢 为了改变大家对theirby句型的偏见 接下来呢 我想给大家分享几个英文中 比较不错的theirby句型 通过这些句子呢 我想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提醒同学们 在接后的英语学习过程中啊 不断地观察搜集theirby句型 你要注意theirby句型的真正用法是什么 相信以后慢慢的 我们也可以说出一些非常地道 非常实用的theirby句型 好 下面呢 我就来跟大家分享几个theirby句型 我会把每一个句子里面 有可能是生词的地方翻译给大家 看看在你明白了每一个单词的意思以后 按照theirby句型句子的概念 表示某地存在某人或某物 翻译成能不能把这些英文句子 翻译成汉语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句子 从结构上我们说 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theirby 首先一个their 后面一个必动词 再后面一个名词短语 a traffic jam 作为主语 最后呢 on the road 是地点状语 road 是路 马路 on the road 就是在马路上 而中间那个jam 这个词未来我们会在48克的生词表见到 不过在48克里面 我们给的jam的意思是火降 作为名词jam 除了当果酱酱以外 还有一个意思叫拥堵 堵塞 而它前面的traffic 是个形容词 我们叫交通的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句子 there is a traffic jam on the road 首先从结构上来看 我们说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theirby句型 第一个字their 第二个字is是我们的必动词 而第三个名词短语 a traffic jam 就是我们今天这句话的主语 最后呢 on the road 是这句话的地点状语 road 叫马路 on the road 在路上 jam 这个词 我们未来在48克生词表会见到 不过在48克 我们jam这个字 所给出的意思是果酱 除了做果酱酱以外 jam做名词 还有拥堵 拥挤的意思 而traffic 是交通的意思 那么放在一起 traffic jam 交通拥挤 也就是平时我们所说的堵车 按照我们刚才的说法 theirby句型表达的是 某地存在某人或某物 大家猜出这句话的意思了吗 对了 就是马路上堵车 按照字面意思 我们可以理解为 在马路上 马路应该是一个场所 存在的交通拥挤 这种交通现象 本质上 跟我们前面见的例句的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呢 我们说这个句子 从它的意思上来讲 相对就比较实用 尤其是现代社会 我们生活在大都市 堵车是非常常见的现象 很多人早晨起来因为堵车而迟到 所以当老板责问你的时候 我们经常可以用这样的句子 来作为我们迟到的理由 叫 There is a traffic jam on the road 好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第二个句子 There is no power in my cell phone Phone是电话 而cell有电池的意思 那么cell phone放在一起 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手机 in my cell phone 在我手机里面 而前面那个字 power 做名词有能量 有力量的意思 no是否定词 no power 就是没有能量 说到这儿 很多同学已经猜出他的意思了 对了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我手机没电了 There is no power in my cell phone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手机没电了 我们要用there be句型呢 其实它骨子里表达的意思 也是某地存在某人或某物 在我手机 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场所 这里面已经存在或不存在能量 自然我们应该用there be句型 好 下面一个句子 There is truth in wine There is truth in wine 借这个机会 我们可以预习两个单词 最后一个词 why 一个名词 我们未来在四十八课也会见到 有酒 葡萄酒的意思 而truth truth 这是我们未来四十九课的一个名词 叫真实 真理 实情 也就是实际情况 根据there be句型字面的意思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 在酒里面有真理 在酒里面有实际情况 大家想一想 这是我们中国人说的什么呢 对了 就是我们常说的 酒后土真言 在看到这个句子之前 我们同学很难想象 酒后土真言 这个句子 我们也可以用there be句型来翻译 下面 There is no place like home home 我们知道有家的意思 很多同学对like也很熟 一提到like 我们会把它翻译成叫做喜欢 但是这里面我要强调一点 like常用的有两个词性 当它做动词的时候 我们把它翻译成叫喜欢 可是它还有一个词性很常用 用作借词 like当借词讲的时候 一般我们翻译成像 一个单立人加一个大像的像 而这里面的like 我们就可以把它解释为是个借词 当像讲 不是喜欢 place 做名词 有地方 地点的意思 no 自然又是一个否定词 按照我们there be句型 字面意思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 is是存在 is no place 那就是不存在 不存在一个地方 像家一样 我们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地方 像家一样 这是它字面意思 当然了这样翻译 很多同学很困惑 大家想一想 错语错词 我们这个句子真正是什么含义呢 对了 它的意思就是 没有一个地方像家一样 哪儿好 也不如家好 再翻译的地道一点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 金窝银窝 不如自己的狗窝 所以你会发现 很多人在想家的时候 都会用到这个句子 来表示自己的思乡之情 下面 there is a witness everywhere everywhere 有两个词构成 every每一个 而where 是我们常用的特殊一问词 叫哪里 当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的话 它用作副词 我们会在116课的练习部分 见到它 everywhere 我们翻译的汉语叫做 任何 叫做每一个地方 到处 随处 而witness witness 这个词在一层没有出现 它是一个名词 我们把它翻译着汉语叫做 目击者 或者叫目击证人 按照theirb句型字面的意思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到处都是目击者 到处都是目击者 到处都有一个目击证人 大家想一想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到处都有目击证人 它是在提醒你 你做事之前一定要小心 因为无论你在哪儿做事 到处都有目击者 总会有人看到你做的事 按照我刚才的提示 有些同学可能已经猜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 经常劝诫别人 会说到的一句话 叫做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不为 下面 there is no royal way to learning there is no royal way to learning 最后一个字 learning 来自于learn 我们很多同学认识 learn有学习的意思 那么learning呢 这里面我们也可以把它翻译成学习 to表示动作的方向 通向哪里 去哪里 而way 这个词是个名词 我们将来会在69课 见到它 way做名词有路途的意思 或者是方式方法 我们经常问路的时候会用到 比如说先生您好 您能不能告诉我 去天安门 那个路怎么走啊 那个路我们就可以用way来表示 同时它还有方式方法的意思 比如我们的解题思路啊 解题的方法都可以叫做way 而royal royal 这个词将来会出现在我们的93课 作为形容词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皇家的 王室的 一流的 不过在今天这个句子里面 大家最好把royal理解成一流的 换言之最好的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字面的意思 按照theirb句型的要求 某地存在某人或某物 但是这里边给了一个no 否定词 就是不存在一个一流的方式方法 to通向哪的 to learning 通向学习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一个一流的方式方法 通向学习 也就是说通往学习的道路上 没有一个最好的方式和方法 很多同学好像猜出他的意思来了 也就是告诉我们学习要刻苦要努力 没有捷径可以走 那么我们把这个意思稍加运色 按照我们中国人一个比较讲究的说法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 书山有路秦为静 雪海乌雅苦作舟 下面一个句子 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这个句子里面用一个逗号 隔开了两个第二笔句型 Where 这里面我们暂且可以把它先翻译成 无论在哪里 第一个第二笔句型里面出现了一个名词叫 Will Will做名词 有毅力的意思 而第二个第二笔句型里面的way 是我们刚才见过的路途方式方法 按照字面的意思 我们可以理解为 无论在哪里 只要这有一个毅力 这就会有一个路途方式方法 我们把这话说得再深入一点 只要有毅力 就会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或方法 大家猜出来了吗 对了 这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 有智者事竟成 下面 There is no smoke without fire There is no smoke without fire 最后一个词 fire 在这里面做名词 有火的意思 就是我们点的火 烧的火叫fire 而without 是一个戒词 有没有的意思 without fire 就是没有火 Smoke 很多同学都知道 他做动词当抽烟奖 但是除了做动词以外 smoke这里面还可以做名词 我们把它翻词 我们把它翻译成烟 No smoke 就是没有烟 而there be句型又用来表示存在 我们先来给大家过一下字面的意思 如果没有火的话 就不存在烟 看起来似乎他说了一句大实话 的确是这个样子 有烟的地方必然是点火了 如果不点火 没有火产生的话 就不会有烟形成 那大家想一想 没有火就没有烟 这是我们中国人说的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们说的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中国人的汉语和英文 在这里面我们比喻的手段不同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叫做 无风不起浪 没有风就不会有浪 这是一定的 同时没有火就不会有烟 这两种说法虽然比喻的角度不同 但是大家发现 他们说的是同一个意思 下面 There are ear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all There are ear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all 这个句的相比应该比较简单 如果把里面的声词告诉大家的话 相信很多同学 马上就能知道他的意思 因为我们中国人跟英文 这种说法是一样的 最后一个字 无名词强 而side s-i-d-e 作为名词有边的意思 有面的意思 比如我们的硬币 有正面 有背面 直 也有正面 也有背面 那个面 或者是边 就叫side 而of-of 我们可以翻译成白勺的 the other就是另一个 the other side of the wall 我们把它翻译汉语叫做墙的另一边 那么在墙的另一边存在什么呢 我们是一个theirby句型自然要翻译成存在 有什么呀 Ears Ear是我们的人体器官叫耳朵 加了一个s表示负数 在墙的另外一边存在的耳朵 相信我这句话没说完 很多同学已经猜出他的意思了 对了 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 隔墙有耳 下面 There is no best but better There is no best but better 最后一个字 Better是未来我们在107课 讲形容词比较急的时候 要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形容词 Better叫比较好 而but是一个转折连词 但是 Best是形容词的最高级 我们叫最好 来我们先来看一下字面的意思 从前往后翻译 There is no best 就是不存在最好的东西 But一个转折 我们都知道 转折说明后边的内容跟前面的内容不一样 甚至于相反的 But better 但是更好 没有最好的东西 但是呢 我们有更好的东西 对了 所以很多同学想到了一句广告词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这个句子我们也可以用 Their B句型来翻译 下面 They are sports in the sun They are sports in the sun Sun 是太阳 In the sun 就是在太阳里面 而sport Sport S-P-O-T 大家注意 这个词不要和S-P-O-R-T 混淆 S-P-O-R-T Sport 这个叫运动 而我们今天的S-P-O-T S-P-O-T 叫点 空间或者是平面上的一个点 我们叫S-P-O-T 它是可数名词 加了S以后 我们变成复数 念作S-P-O-T S-P-O-T 字面意思来理解 这句话就是说 在太阳里面有很多点 我们上过自然科学课的同学 都有一个常识 我们知道太阳上有黑子 这句话从表面意思来讲 说的就是太阳上有很多点 有很多黑子 那么这句话 其实它的真正意思是用来比喻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不利用特殊仪器观察的话 像太阳这么亮的东西 我们怎么敢想象 它的身上居然有黑点呢 既然这么亮的事物 它身上都有黑点的话 那么我们人的身上 如果有几个黑点 那也就会变成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对了 很多同学已经猜出来了 这是我们中国人说的 人无完人 金无足斥 There's a boat in the sun 其实呢 在英文中 类似的there be例句 还有很多很多 看到这的时候 很多同学会不会突然感觉到 原来生活中的很多意思 甚至于很多非常深奥的意思 原来在英文中 都可以用我们there be句型来表示 所以在此啊 鼓励大家 在我们接后的学习过程中 希望大家经常不断地积累 地道的there be句型表达法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 说不定大家哪一天 也能说出类似很地道的there be句式 好 了解了there be句型的使用范围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说一说 there be句型里面 那个必动词 它的形式 相信大家对于必动词 三种常见的形式并不陌生 一个是am 一个是is 一个是are 同时相信大家也非常了解 必动词的这三种形式的使用 是取决于一句话的主语的 也就是说 当我们的主语是第一人称单数 i 我的时候 此时我们一定要用am与之搭配 i am 而当我们的主语是第二人称 或负数的时候 我们往往用are与主语搭配 而当主语是第三人称单数的时候 此时我们一定要用is与主语搭配 在there be句型里面 我们说这个规律也是适用的 三种形式到底用哪一个 我们要看there be句型里的主语 到底是谁 那么下面我要问大家 there be句型里的必动词 什么时候用am呢 很多同学的答案是 当然你的主语是i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用am来与之搭配 如果您要是这样回答的话 我只能说在形式上 您的回答是正确的 可是大家想一想 我们生活中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句子吗 there am i 按照there be句型的要求 这个句子我们得把它理解成 这有一个我 很显然这个句子的意思是很荒唐的 我们一生可能也不会有机会说到这样的话 所以我们说虽然am 所以我们说这样的句子在英文中 基本上不太可能出现 换句话说 am这种形式在there be句型当中 不太可能出现 所以这个句型里面 我们必动词常用的是 is和are这两种形式 那么下面我来说一说 is和are在there be句型当中 如何使用 请大家注意记笔记 当主语是第三人称单数 或是不可数名词的时候 在there be句型里面 我们必动词往往用is这个形式 和主语一起搭配使用 下面我们来看几个例句 第一个句子 there is a witness everywhere 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我们刚刚见过这个句型 它的意思是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因为这个句子里面的主语是 a witness 目击者 目击证人 它是可数名词单数 所以此时 我们的必动词 一定要采取is的形式 同样 第二个句子里面的两个名词 a will和way 分别都是可数名词 而且是单数 所以我们自然也应该用is 与之搭配 而在第三和第四个句子里面 它的主语分别是power 不可数名词 smoke 烟 也是不可数名词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还是应该用is 来和这两个主语搭配使用 如果我们的there be句型里面的主语是 可数名词负数的时候 请大家一定要用are来和主语搭配 来 我们看几个例句 there's a boat in the sun 我们刚刚见过的 人无完人 字面的意思是太阳上有很多黑点 那么这里面的主语sport 很显然是名词的负数 所以它应该搭的形式是are 而下边一个句子 there are thirty students in the classroom 在屋里有三十个学生 这句话的主语是三十个学生 很显然也是负数 所以我们的动词 一样要采取are的形式 以上就是there be句型里面 B动词常用的形式 不过接下来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 比较特殊的情况 下面我们来看 这么一个there be句型 there be two books one pen and some ink 来我们先来看一看 这里边的单词 最后一个字 ink是墨水的意思 它是不可数名词 some ink就是一些墨水 one pen 一根钢笔 two books 两本书 看到这样的句子 很多同学开始为难了 因为我们发现 这个there be句型里的主语 它不是一个事物 它包括了三个事物 而且你会发现 这三个名词 它的性质都不一样 第一个书 是可数名词的负数 而第二个笔 是单数 而最后一个名词 墨水 居然是不可数名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的必动词的形式 应该跟着哪个名词走呢 有的同学说用is 还有的同学说are 那么这里面告诉大家 我们正确答应该是are they are two books one pen and some ink 理由是 在我们there be句型里面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原则 叫做就近原则 顾名思义 什么叫就近原则呀 如果there be句型里的主语 包括若干个部分 而且它的性质不一样 有单数 有负数 有可数 有不可数 此时 必动词的形式 取决于 离它最近的那个名词 也就是靠近 必动词最近的那个名词的性质 决定了我们必动词的形式 那么在这个句子里面 离必动词最近的名词是 两本书 很显然 它是可数名词的负数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用管其他的成分了 此时 我们的必动词 应该用are 来与两本书搭配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语法点 there be句型 最后呢 我再来总结一下 首先 大家要把握的是 there be句型 它的结构 先是there 再是be 再加主语 这个结构 一般在陈述句的形式下 是不能随便改动的 其次呢 就是there be句型 它的使用范围 因为我们说 必动词 在there be句型里面 我们把它翻译成 或理解成 表示存在 所以这个意思 决定了整个 there be句型的 使用范围 当我们表达 某地存在 某人或某物的时候 我们往往要使用 there be句型 最后呢 就是关于 there be句型里面 必动词的形式 我们说am 这种形式 往往不太可能 出现在 there be句型下 而更多的 我们用的是 is和are 当there be句型的 主语是 可属名词 单数 或不可属名词 的时候 我们此时 要用is与主语搭配 而当我们 there be句型里面的 主语是 可属名词 负数的时候 此时 我们要用are 与主语搭配 好 这就是我们 今天的知识点 谢谢大家